苹果剧团年度立作龙骑士巡演是大获好评 日前也在新北的新装文化艺术中心演艺厅 加开了四场演出 还邀请到了在网络拥有众多粉丝的 亲子教养人气王王洪哲 一起来客串剧中的角色 刚幅画出来的小魔龙落到坏人手里 在王国里到处破坏 屠龙战士挺身而出 和小公主一起对抗小魔龙 这是苹果剧团最新推出的歌舞剧龙骑士 那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小朋友脾气比较任性 或者是比较容易发脾气 那透过我们亲子教养这样的一出龙骑士呢 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亲子和谐的一个密码 那这个密码其实事实上就是一个秘诀 那我们都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秘诀 让家长更容易能够以一个非常开明 然后启发式的一个方式跟小朋友做沟通 在带脾气任性的小朋友时 家长如何以更开明的方式跟孩子做个沟通 从剧中可以看到角色 怎么交习巨大恐龙的怒火 并且和他和平共处 让家长能透过戏剧找到答案 苹果儿童剧团制作的戏剧内容 都以教育性为前提 这回龙骑士演出《场场爆满》 还在加开场中特别邀请粉丝有70万人 在儿童发展中心担任CEO的王洪哲一起演出 王洪哲执行长他对这出戏 给我们有相当多的一个指导 那么在剧中他也透过了剧中人物的一个教导 我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也是一个秘诀 就是怎么样跟脾气容易暴躁的一个小朋友相处 那透过王洪哲执行长 他在这个剧中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指导 那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剧场三度加开场式 演出内容也在加码 连三天在新装文艺中心演出 不只要交大小朋友情绪管理 也要邀请观众一同走进剧场 感受儿童戏剧的独特魅力 记者方建凯林奇遇新装采访报道